一个半月的暑假即将要结束 各级国中小将在8月31号开学 中正国小校长徐少佑呼吁家长与孩子们赶紧收心 由于很多人暑假会晚睡晚起 所以要趁着最后几天调整作息 另外也要确认各项暑假作业是否完成 距离我们开学时间还不到一个礼拜 那我们也希望说家长利用这个礼拜时间 来被孩子了解一下他的暑假作业做了没有 那是不是按照老师交代的一些作业项目 逐一检查 另外爸爸妈妈也可以帮助孩子了解新的学期 应该具备的学习心态 以及如果是新编班要如何适应新同学与新老师 趁这个机会让孩子知道说可能下个学期 我们开学的时候呢 大概会面临到哪些问题 可能有的是新编班的 可能要提醒小朋友新的老师 怎么样跟新的同学互动 徐少佑校长表示针对旧生与新生 中正国小在28号与29号分别有返校与营兴活动 学校为了让孩子能做一个收信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五 也就是开学前几天 我们有一个救生的返校日 让他们来学校 那等于说知道说即将开学 做一些收信的动作 那至于新生 我们就安排在这个礼拜六 8月29号早上 我们有个新生的学生的辅导的实验室 那顺便邀请新生家长到学校 认识学校 中正国小呼吁 不管是返校或是迎新 请家长与同学 务必要配合戴口罩 量体温等相关防御规定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感谢大家同学 hea志尼 沙古